一连三场复活赛 押穿拳馆全员胜出 这个消息在报纸上被大肆报道 当然 占据最大篇幅的 就是伊布的获胜新闻 这对于沉寂了五个月的伊布来说 也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比赛结束的第二天 伊布和清木就回到拳馆练习 两人都十分兴奋 尤其是清木 女友多米子对他百般夸赞 大自他昨天的表现太精彩了 清木高兴的都快冒出大鼻涕泡泡 看来两人的关系很稳定啊 这时候 杨孙一盆凉水 浇灭了两个人的欢乐 你们还在这开心 不知道沐村正在垂死挣扎吗 昨天比赛后 他一直在发烧 估计也是伤心过度 医生对他束手无策 大家要是还有良心 就过去他家送他一程吧 话音未落 清木就非一般冲了出去 沐村可是他的CP啊 结果到了沐村家 大家发现 沐村妈妈正在店里忙活 伊布就知道上趟受骗了 再进入沐村房间一看 果然他还活着 显然烧也早就退了 但是心情还很不好 毕竟看到自己心爱的灵子小姐 成了他人的女友 失恋的男人 怎么能不难过呢 伊布发现沐村的房间里 有一条大金龙鱼 颜色非常漂亮 这也是沐村心爱之物 他从小小一条 养到现在这种 威武雄壮的样子 付出的心血可想而知 伊布心血来潮 决定喂喂那条鱼 沐村还在自我调节 怕安慰自己拳击手 不需要女人 为自己打拳才是最强的 英村落井下石 拿出沐村的相册 把所有灵子相关的照片 都拿出来毁掉 沐村的心在滴血 却还强撑着假装自己没事 而这时候 伊布那边也出了事 他竟然把退烧药 喂给金龙鱼吃 那金龙鱼挣扎了几下就嘎了 虽然天无绝人之路 但是朋友绝起来 可以断绝你所有的后路 沐村本不想死 现在被这几块料 逼得非死不可了 还好他们翻出了 青木和沐村学生时代的照片 大家回忆一下 过往准没错 那时候 青木和沐村才高一 是标准的鬼火小青年 他们青春的躁动无处发泄 没事就出去打架斗殴 这两人也确实十分厉害 两人打倒北高的六个学生 还能毫发无伤的全身而退 看着同学们投来的崇拜野光 青木十分满足 可沐村却还是觉得不够 他的热血无处安放 难道除了打架 就没什么能更刺激的事情了吗 这天 沐村遇到了初中同学 那同学以前也很好欺负的样子 现在加入空手道社团 整个人气质都变了 他听说北高之前 被青木和沐村揍的那些学生 一直在找机会报仇 据说还找了高手助阵 他让沐村一定要多加小心 不过沐村和青木根本没在意这些 他们觉得两人联手 谁也不怕 这天 青木带着一群南高的同学 去游戏厅 看到有人穿北高的校服 在那玩游戏机 青木看到北高的学生就不爽 主动触说挑衅 去不了这下 算是踢到合金刚满了 他打的人居然是英村 英村凶神恶煞地抓住青木领子 一个头锥砸得青木鲜血之流 然后英村一个后仰衰 把青木撂倒 二话不说 走出了游戏厅 当时青木就觉得 这家伙应该就是北高学生 找来的厉害帮手了 另一边 一群北高的学生 砸了木村家花店 还打了木村妈妈 木村气得冲上去跟他们对打 可是毕竟双旋难敌四十手 很快 好好的花店和木村 都被砸得一塌糊涂 眼看木村和青木 都被北高的修理了 南高的同学 气势一下就弱了 他们要向北高投降 青木和木村 气得对自己同学拳脚相向 终于闹得全校皆知 最后青木和木村被学校开除 本就失落的青木 还看到自己的漂亮女友 跟别人约会 自己头上原来一直顶着青青草原呢 从那以后 木村再也不喜欢漂亮的女孩子了 一肚子邪火的青木和木村 来到北高找虐 北高学生也没让他们失望 果然打得二人鼻青脸肿 头破血流 那时候鹰村刚刚接受拳击没多久 放学的时候 宫田接待回拳馆 在校门口 发现青木和木村 正在被一群北高学生围忧 北高学生一看到鹰村 吓得立刻停了手 鹰村看不得这种以夺欺少的打法 北高学生看到鹰村不满 吓得坐鸟收散 瞬间就跑没影了 青木和木村都这样爬起来 虽然被一群人打了半天 可两人还是很有活力 他们已经知道 鹰村与那些北高的混混没有关系 但青木毕竟被鹰村揍过一次 他们俩非要跟鹰村决一死战 鹰村觉得两人是可造之材 索性脱下外套 跟他们俩好好打一场 宫田本来觉得鹰村一个拳击手 没必要跟他们一般见识 可是鹰村太了解那两人了 根本就是欲求不满 做什么事情都半途而废 就跟学习拳击之前的自己一样 他想用拳头把他们打回正道 战斗结束了 木村和青木躺在地上爬不起来 但他们的斗志却比以前更为旺盛 他们现在只有一个想法 用拳头狠狠地打鹰村那张脸 于是两人经过多番查探 找到了鸭川拳击馆 鹰村果然在那里训练 两人二话不说 推门就往拳馆里冲 结果还没见到鹰村 这流里流气的头发不允许练拳 快滚去理发 真没想到找人打架还得先理发 不过木村和青木也想开了 既然鹰村在拳馆 那他们也加入拳馆 早晚有一天 能找到机会暴揍鹰村一顿 原以为加入拳馆会马上学习打拳 却不了教练让他们先跑步 然后这两人就累得 好像两条溺水的老狗 喘气都费气 更别说有精力找鹰村报仇了 可是他们没有放弃报仇计划 靠着这口气撑着 两人日复一日地在拳馆里坚持了下来 熬过了一个个严酷的体能训练 空闲时间 还要给拳馆的学长们当牛做马 这样过了三个月 两人累得连烟都气了 终于熬到可以正式学拳了 又练了一个月后 鹰村让青木和木村 上了一台打练习赛 两人眼睛都亮了 皇天不负有心人哪 他们终于能找鹰村报仇了 可他们真的想错了 在擂台上的鹰村 把他们揍得更惨 因为在日常生活中 鹰村还要顾及打架 不能有拳头的准则 在擂台上的鹰村 彻底放飞自我 青木和木村被揍的 都看得太奶了 可是他们不服输 以揍鹰村为目标 玩命的训练 终于有一天 他们发现 鹰村对抗他们 也变得吃力了 以前揍他们一顿轻轻松松 现在揍他们以后 也汗流浃背了 两人看到了胜利的希望 训练得更加努力了 这是他们这辈子 第一次如此专注地 去做一件事 每天都是激情澎湃的 终于有一天 木村在跟鹰村 打练习赛的时候 拳头擦到了鹰村的脸 他们的努力 终于有了回报 鹰村十分欣慰 按着青木和木村 狠狠一顿揍 鸭窗会长看着 两个人进步飞速的模样 十分满意 于是有一天 教练告诉他们俩 你们俩可以上了一台比赛了 于是两个混混摇身一变 就站上了 拳击手撑式对战的擂台 可真的站上擂台了 他们才感觉到害怕 第一场对决是木村上场 他整个人都是懵的 比赛开始了 都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直接被对手一拳撂倒 丝毫没有还手的余地 教练那边说什么 他都听不进去了 整个人的脑子 已经停止工作了 最后还是鹰村冲到擂台旁边 一顿臭骂含醒了木村 木村拼命练习了八个月 还经常跟鹰村对战 个人实力其实非常出色 一旦进入状态后 轻松将对手一拳KO 听到观众的掌声 木村都傻了 自己居然也有获胜的时候 他站在擂台上 公身对看台上的观众们鞠躬致谢 自己一个小混混 何德何能 可以打到这个地步 曾几何时 他总是让人看得很贬 自命不凡 不服管教 一辈子很可能混得乱七八糟 最后碌碌无为 成为社会败类 可现在 他真的改变了很多 朋友说他成熟了 有担当了 他知道这一切 都是拳击带给他的改变 说拳击给了他们 第二次生命都不为过 果然 轻木也赢得了比赛 他们两人经过这次比赛的洗礼 终于彻底脱胎换骨了 轻木和木村爱上了拳击 爱上了在立台上 KO对手的快感 也爱上了 听观众们欢呼时候的成就感 他们决定对鹰村道谢 可是话到嘴边 却说不出来 或许他们不应该 把鹰村再当成假想敌了 鹰村也算是 对他们有知欲之恩了 可鹰村生怕两个人尴尬 嚣张的狠狠 讽刺两人一顿 很好 刚才那一点感激之情 瞬间消散 两人决定 以后还是把鹰村 当成假想敌吧 只有想到揍鹰村 他们才更有斗志呀 这也是鹰村训练人的 一种方法 看着两个人斗志十足 鹰村十分欣慰 也不枉费自己 在他们身上费那么多心了 将木和木村的故事讲完了 以武经的意犹未尽 他很好奇地询问 那时候到现在 已经五年过去了 你们有没有完成 当初的目标呢 真是哪壶不开 提哪壶呀 青木和木村 恨不得狠狠揍一步一顿 他们俩要是能 打得过鹰村的话 至于被人整天欺负吗 最后大家狠狠闹了一场 木村的伤心 也就被冲淡了许多 更值得庆祝的是 那条金龙鱼居然活过来了 可喜可贺呀 牙川拳馆这边其乐融融 而拳击场上依旧风云变幻 自从千堂成为冠军后 这个人就跟打了鸡血一样 越来越勇猛 这一次 竟然在第一回合 就把牙木KO了 要知道 当时一步虽然也把牙木KO过 但那也是第四回合的事情了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千堂确实比一步更可怕 不过牙木就可怜了 居然成了对比的计量单位 比赛结束后 牙川会长和巴木 一边往家走一边聊 都觉得压力山大 这时候 千堂竟然把采访的记者 抛在屋里 跑出来追上牙川会长 他说想约站一步 拜托会长给传个话 会长告诉千堂 战斗的机会有的是 过不了多久 一步就又会去挑战主题赛 到时候千堂就要乖乖地 把冠军腰带交出来了 会长到外面放狠话 而一步在家里 看着录像太沉思 他仔细地分析 千堂的每一个动作 发现他确实变得 比以往更强了 比跟自己比赛的时候强 甚至比跟沃鲁库 比赛的时候更强 千堂很擅长 判断敌人的假动作 然后反向出拳 让敌人无路可走 这跟一打 依靠经验判断不同 千堂是依靠 自己动物一般的直觉判断 这种人更难迷惑 想打败他 确实很难 这时候 一步就在敲门声 出门一看 竟然是压川会长 老头子告诉一步 刚才 他出去跟千堂放狠话了 冠军腰带 非一步莫属 一步要是不想 给他丢人的话 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那就是变强 变强 再变强 干掉千堂 拿到冠军 为了提升拳管的 整体气势 压川会长决定 全体集训 而一步也说 其实自己跟千堂的 比赛还没结束 上次是千堂晕倒了 比赛才被迫终止 如果继续打下去 路死谁手 尚未可知 所以他和千堂 早晚要分一个 真正的胜负出来才行 一听说要出去集训 大家都十分激动 因为压川全管的集训 向来是去海边 大家在训练之余 可以吹吹海风 游游泳 看看漂亮妹妹 生活多么丰富多彩 可等大家都收拾好了泳裤 压川会长却说 这次集训 是去山里 然后大家就跟着会长 到了一处 人际罕至的山中民宿 民宿的经营者阿猫 是会长的老朋友 也是拳机运动员 压川会长 留下盈村研究战术 让伊布 木村和青木 去跑步练耐力 原来跑步就很累人了 他们还要在山上跑步 上山下山 更是对耐力的巨大挑战 上山累 下山更累 还要控制速度 不至于让身体受伤 突然 伊布一记绝尘 飞速跑下山 小田教练还叮嘱伊布 控制速度不要太快 可伊布直指身后 大家回头竟然发现 山路上站着一头熊 好了 这下谁也不再压着速度了 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了 连滚带爬地跑回了民宿 晚上 劳热了一天的大家都睡得跟死猪一样 伊布却一点都不困 他还在想千堂的事情 鸭川会长也没睡 他出来看着伊布的样子 就知道他在想反制千堂的拳法 伊布的轮转位移 对付后退险的拳手十分有效 但对付千堂这种猛攻型的 却没啥用 那是因为伊布使用的 并不是真正的轮转位移 发明轮转位移打法的 美国名将天不熙 会一直打出轮转位移 就算面对再强的对手 也会逼得对方后退 所以伊布现在需要训练的 就是能逼退一切的力量 不光是拳击力量 伊布下半身 必须耐得住千堂的强打 就算身体护壮 也要有不输给人的气势 当伊布能做到这些的时候 就是他轮转位移 彻底完成的时候了 这次集训 就是要培养这种力量 第二天跑步的时候 伊布和青木木森 让阿猫为他们准备了防熊的铃铛 鹰村觉得太羞耻了 不理他们 先独自跑掉了 虽然这次他们没有遇到熊 可还是被一条小狗 吓得屁滚尿流 之后他们就要进行 个人有针对性的练习 伊布劈柴练习下半身 稳定和背肌 牧村和青木 练习在肌流里挖跳 阿猫看牧村他们动作不规范 还亲自上前吃点 结果就是 差点被肌流冲走 命丧当场 这训练还挺非教练的 鹰村练习的是负重登山 背负的重物就是巴木先生 结果小狗和阿猫都扑了上来 鹰村气得差点揍人 原本以为劈柴很简单 可真上手了伊布才发现 根本很难找准位置 一斧子劈下去 刚好阿猫路过 伊布就跟前辈请教 阿猫现场为他演示了一下 如何劈得文准狠 还说拳击手 不光要练习攻击敌人 还要练习肌肉保护自己 因为伊布是正面打击的选手 这种人更容易打出脑损伤 而且正面打击的比赛 不能光靠拳击 要找到不出拳 也能出击的方法 这就是阳攻 阳攻所有拳击手都会 只是大部分人一做出来 就会被人砍穿罢了 真正好的阳攻 是要配合杀气 让人分不出来真假 才能防不胜防的 当年会长跟阿猫 曾经对打过几次 阿猫被会长 已经逼到围绳了 可他就用那种 有杀气的阳攻 让会长误以为他出拳了 结果错过了 最佳的攻击机会 反而被阿猫KO了 看伊布还是有点不明白 英尊索性亲自示范给伊布看 两人站上了一台 英尊一上场就杀气十足 根本不像是在练习 每一拳仿佛都带着 不弄死伊布 不罢休的气势 伊布吓得连连后退 刚躲过英尊的上一拳 下一拳立刻追了过来 伊布还想躲 突然眼前一花 本来应该打中自己的拳头 突然不见了 再定睛一看 那拳头在另一个方向 伊布以为自己眼花了 可这样的情况再三出现 本以为是上拳 可英尊去打出直拳 本以为是左拳 可英尊去打出右拳 伊布完全搞不清楚状况 最后只能双手抱头 拼命自保 英尊告诉他 这就是阳功的好处 善用阳功 一个是可以达到出拳的效果 另一个 是容易事先知道 对手的躲避方向 亚传会长告诉伊布 没有杀气的阳功 就会完全失去作用 而真正的杀气 是靠着不断磨练自己五官感触 才会有动物一样敏锐的本能 英尊有这种本事 千堂也有 要想打败千堂 伊布只能加紧练习 让自己变得更厉害 从那天开始 伊布的魔鬼训练开始了 要想训练出更有力的肌肉 还要去练习劈柴 阿猫教导伊布 打拳的时候 一定要紧盯对手的眼睛 从他的眼睛里 就能分辨出他是否要出拳 看到伊布这么努力的练习 本想偷懒的木村和青木 也不敢偷懒了 不过英尊倒是永远十分自觉 大热天的 没完没了的负重跑山 就连被他背着的重物 阿猫和巴木都累得不行 英尊还是活力四射地继续训练 他不得冠军 谁得冠军呢 眼看大家都累了 英尊决定 独自到森林里跑步 等他走了 大家才反应过来 英尊没有带防熊的铃铛 可他应该不会那么倒霉吧 结果就是这么倒霉 英尊遇到了一头发怒的母熊 之前说沙雄吃火锅都是笑话 真的遇到了熊 就算是英尊也有些慌了 可现在熊已经发怒 英尊跑不了 只能跟他正面对战 熊怒吼着扑着上去 一爪子拍碎了英尊身上的衣服 在他身上 留下了几道深深的抓痕 猛充的力度 竟然撞出了一棵碗口做的树 英尊知道 这可不是拳击手的力量能比的 可是他知道自己不能放弃 于是英尊挥拳 猛击大熊下额 要是人 这一拳可能已经被挡得脑震荡了 可英尊的对手是一头熊 大熊好像没什么反应 一熊掌拍的英尊向后飞去 撞在树上 胸前又多了几道血口子 眼开着大熊再次扑了过去 英尊第一次感觉到 死亡离自己如此近 可是他不能死 教练和学弟们都在等着他 于是英尊卯足全身的力气 挥拳朝着大熊的头猛击 终于 他的拳头起了作用 大熊倒在地上 虽然没有死 但也已经失去了战斗力 英尊想成射追击弄死大熊 可这时 他发现旁边跑出来两头小熊 原来这头大熊是妈妈 他为了保护孩子 才勇猛奋战 看着小熊在一旁阴阴阴哭泣 英尊决定 放大熊一马 回到民宿 大家也都训练回来 看着英尊一身伤 亚众会长十分生气 眼看要比赛了 自己还一点也不注意 他才不信英尊说的 什么徒手战大熊的光荣事件 这时候 阿猫端来晚餐 是一锅热气腾腾的熊肉火锅 这是大家在民宿吃的 最后一顿晚饭 明天就要回去了 熊肉虽然不好吃 但稀有 大家吃得津津有味 阿猫说 他的森林里发现一头 半死不活的大熊 于是 就开枪打死了他 才有的今晚这顿火锅 英尊问阿猫 大熊的旁边 是不是跟着两只小熊 阿猫说是的 听到枪响后 两只小熊就跑了 英尊多么伤心呢 自己网开一面放生的大熊 竟然还是死在了 同伴的枪口下 还不如当初自己把他打死 拿回来还能吹吹牛 他也只能化悲愤为食量 多吃几口 告为自己受伤的心灵 一周的集训结束了 大家要回到原来的生活里 开始各自的比赛 经过这次训练 压传拳管的众人 在以后的比赛里 一定会脱胎换骨 展现出完全不同的气势 我是黑白 下期见